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还是关于蓝莹 国民党侯友宜到底是不是能够选到底 这个话题今天有点新鲜 我们看看来自于中时新闻的报道 新闻是这样讲 韩国瑜出手了2024蓝莹备案曝光 全代会内幕超惊人 国民党23号在全代会上通过提名 新北市长侯友宜参见总统 而侯友宜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互动更是全场焦点 当时韩更抛出包括 希望在侯领导下可以下架民进党在内的三个愿望 不过据了解 韩国瑜曾在全代会前和国民党主席朱建言 若是到9月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没有起色 那为了政党轮替 国民党恐必有备案 根据风传媒的报道指出 韩国瑜之所以会出席国民党全代会 是经过一番波折 原本韩国瑜担心出席全代会会有他的支持者 高喊要他选总统而抢了主角侯友宜的风头 而外传是因为云林张派大佬张荣卫的劝说 韩国瑜才出席 但实际上真正说服韩国瑜的其实是一位认识多年的教师 从李自照演终于让韩国瑜决定出席 该番报道更指出 朱当时在全代会时公开提出执政大联盟 结果却让金服松强力批评 但韩国瑜却认为2024这场选战攸关两岸和战 因此他在全代会前就已经和朱立伦沟通 若是侯友宜到9月民调认为有起色 国民党必须有备案 显然在全代会中力挺侯友宜的背后仍有一股潜流 恐怕会是未来影响总统选局的关键变数 这个文章就是说韩国瑜出席国民党的全代会 但是在开会之前 韩国瑜私下和朱立伦沟通了一下 认为到9月份那个就正式登记的时候 如果侯友宜的民调仍没有起色 一定有一个备案 什么叫备案呢 那个就是换侯嘛 就是要把侯友宜换下来 换谁上呢 老百姓以为是换韩国瑜上吗 no 应该是换朱立伦上 韩国瑜在讨好朱立伦 意思就是说你来 我支持你 我让我的韩粉都支持你 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 绝对不是韩国瑜上 韩国瑜上得去吗 上不去 韩国瑜2020被做掉了 到今天都没有告诉大家 你是怎么被做掉的 如果被做掉这个手段 这个做票不公布于众 不解决做票问题的话 换谁也是输 如果不把大老板那搞定的话 换谁都是输 所以现在台湾的选举 国民党输还是赢 不在于你让谁选 现在就是让侯友宜选 只要搞定了蔡甲博士 让蔡甲博士把赖清德干掉 侯友宜就赢了 没有什么民调不民调 那么一说 民调管什么用啊 民调是个狗屁 民调是骗人的 他们真的在做民调吗 就算真的做 最后点票是按照投票来点吗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点票 韩国瑜知不知道自己是被点下去的 知道 韩国瑜知不知道自己高雄市长是被坐下去的 知道 那这个做票机器 点票系统都依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把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 在底下换什么呀 我认为韩国瑜私下找朱立伦 是他要向朱立伦表态 由你朱立伦来选总统 一旦朱立伦选上了 韩国瑜的不分区也好 立委也好 包括将来是不是玩一个什么行政院长 什么部长啊 这些就成为可能了 所以韩国瑜应该是在为自己铺路 在为自己铺路的情况下 韩国瑜没有把宝压在侯友宜身上 韩为什么不能压侯友宜呢 当年韩在高雄选的时候 侯可是不支持他的 因此到现在韩粉也不支持侯友宜 一旦侯友宜当选了 能给韩国瑜香伯伯吃吗 能给韩国瑜一个不分区吗 这个咱们不知道 或许能给或许不给 因为韩国瑜并不是侯友宜的嫡系 侯友宜也绝对看不起韩国瑜 你一个败将 一个在高雄被罢掉的社长 一个选总统被干掉的一个候选人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这摆谱 我侯友宜好歹没有被罢掉 我侯友宜到现在 依然是跟韩国瑜一模一样 我市长没干完 我就选总统了 民进党为什么不罢侯友宜呢 因为侯友宜是蓝皮绿骨 侯友宜在保护着民进党的利益 而韩国瑜也是市长选总统 侯友宜也是市长选总统 这两个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现任的市长选总统 为什么民进党就要把韩国瑜给罢掉呢 因为韩不是他们上层统治阶级的一员 韩要接他们的币 要打他们的贪污腐败是有可能的 再有韩敦那个地方 那可是民进党的老巢 陈寅局的老巢 巨大的贪污腐败都在高雄市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 高雄市拿的钱瞻计划的钱最多 对啊 钱拨过去 去哪了 没有了 高雄市发展了吗 看不见 钱反正没了 上千个亿过去了 消化掉了 为什么 罢韩有功 保住我们那个窩窩有功 你就拿钱 不用干活 直接拿钱就可以 中央播 苏贞昌当时播 所以到今天 焕猴这个话题 搞不好 不是什么郑立文呢 他们提出来的 怎么怎么样 其实 其实 换猴这个话题 应该出自于朱立伦 应该是朱立伦 想当这个总统 但是他嘴可不能这么说 他得找一个人帮他说 说完了以后 他这边假装的挺猴 找一个韩国瑜来谈一谈 被用方案 被用方案早就有 不用韩国瑜说 被用方案一直就存在 这个被用方案的被用人 就是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 朱立伦也能够得到蔡甲博士的认可 朱立伦也能够得到绿营的认可 朱和猴是差不多的 均属于蓝皮绿骨 真正的蓝皮是上不去的 不会让你上的 所以回到今天这个文章 韩国瑜私下找了朱立伦 在开会之前就找了 提出一个备案 备用方案 这个备用方案就是 到了九月份 猴友谊的民调起不来 然后启动换猴 换猴这个人 一定是朱立伦 一旦朱立伦上去成功了 总统选成功了 我相信韩国瑜一定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香饱饱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瑜的小聪明是够用的 是绝对够用的 因此今天的文章 也就是告诉我们 换猴这个话题 其实还没有死 之前我们说了 好像换猴过去了 没有呢 看来这个消息又爆出来了 换猴这个话题依然存在 等到了九月份 我们看看正式登记的时候是谁 民调 民调是可以操纵的 民调就像蔡贾博士所用的干调赖清德那个手法 民调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也就是朱立伦要想让侯友谊选 他就让蓝营的机构做一个民调 侯友谊大抄赖清德 完事了 如果朱立伦想把侯友谊干掉 那就操纵一下民调 民进党也会配合 把侯友谊的民调永远做得老三 你上不来了 怎么办呢 换吧 这个时候朱立伦就像换柱一样 换红袖柱一样 直接踹掉侯友谊 自己来选总统 那上一的选举款他能拿走 万一真的当个总统了 朱立伦这个起玩的还是比较妙的 属于黑箱操作的小动作 但是呢 还是能够暴露出很多的马脚 透过蛛丝马迹 我们还是能看得出来 换猴这个话题出自于朱立伦 而换掉侯友谊 上来这个人一定是朱立伦 绝对不是汉过语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ore访命令